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联合军业展示举行 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中外海军联合军业展示 22日下午在青岛五次广场举行 联合军业展示以大海乐章和平交响为主题 分为和平之海和平之诗和平之歌三个篇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代表团访问朝鲜并演出 为庆祝中朝建交70周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代表团于4月17日至22日访问朝鲜并演出 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李斗成上将 人民武力省副相金九龙上将等出席观看了演出 非洲百名青年军官代表团访华 令中国国防部邀请 来自非洲国家和非盟的百名青年军官代表团 于4月21日至27日访华 为推进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 中国国防部首次邀请非洲百名青年军官代表团访华 目的是搭建中非青年军官交流新平台 增进中非青年军官相互了解 深化中国和非洲国家军队传统友好关系 加强中非和平安全领域合作 俄海军两艘新型隐身护卫舰同时海誓 俄海军20385型护卫舰的首舰轰鸣号 于21日在波罗的海进行首次海誓 俄海军发言人伊格尔德加洛 20日向记者宣布了这一消息 俄军开始配备有效射程2000米的新型狙击步枪 俄罗斯南部军区部队开始配备有效射程达2000米的新型狙击步枪 其主攻目标包括低空飞行的直升机 无人机和水面小型船舶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财军协会联席会议在京举行 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财军协会第十届会员团体联席会议 即第三届理事会会议二日在北京举行 和财会由中国国内有关人民团体 社会组织和各族各界知名人士 于1985年6月发起成立 是中国最大的民间和平组织 俄罗斯圣彼得堡莫扎伊斯基军事航天学院发生爆炸 俄罗斯圣彼得堡莫扎伊斯基军事航天学院发生爆炸 造成四名学员受伤 报道称 爆炸发生于当地时间周二下午 爆炸原因尚不清楚 美军F-35战机首度加入非美年度联合军演 菲律宾与美国2019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 一日在菲律宾武装部队总部阿吉纳尔多军营展开 美军首次派出搭载F-35战机的舰艇参加演习 印度空军一架米格27坠毁 印度空军一架米格27战斗轰炸机 3月31日在拉贾斯坦邦的焦特布尔市附近坠毁 飞行员成功弹射逃生 这是印度空军 今年以来第二起米格27坠毁事件 北约军舰访问乌克兰黑海港口 北约两艘军舰一日 抵达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 开始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这两艘护卫舰 隶属于北约第二海上长辈部队 分别来自加拿大和西班牙 于3月28日进入黑海水域 新华社耶路撒冷 1月13日电 记者陈文先以色列国防军 13日上午发表声明说 乙军12日发现了一条 由黎巴嫩真主党修建的 从黎南部拉姆耶村 延伸至乙境内的地道 该地道将在未来几天内被摧毁 乙军说 这是自去年12月4日 发起北顿行动以来 乙军发现的最后一条跨境地道 这标志着北顿行动已实现目标并宣告结束 乙军还表示 将继续在以离边地进行防御 修建防护墙 并继续开展地下监测行动 乙军新闻发言人乔纳森-孔里库斯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新发现的这条地道 是所有已发现地道中 最长且结构最为复杂的一条 该地道在黎巴嫩境内长约800米 延伸至以色列境内数十米 孔里库斯表示 根据已军情报分析 从黎巴嫩延伸至以境内的所有跨境地道均已被发现 地道威胁已被消除 但仍存在尚未延伸至以境内的地道 以色列方面将继续严密监测 去年12月4日 以色列国防军宣布 为摧毁由黎巴嫩真主党修建的 从黎巴嫩延伸至以色列境内的地道 已军发起北斗行动 至此 已军宣布共发现了六条跨境地道 黎巴嫩真主党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经常袭击以色列目标 长期以来 以色列视黎巴嫩真主党为重大安全威胁 并指责伊朗通过叙利亚陆地走廊 向黎巴嫩真主党输送武器 以色列曾多次以打击该组织为由 对蓄境内目标实施空旗 印度海军加尔各达号驱逐舰 《环球时报》报道特约记者张祥 此次海上阅兵 除了中国海军的32艘舰艇以外 还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近20艘水面舰艇授授 由于各国军舰性能不同 所以舰艇以舰行而非国别 来划分舰群授阅 这也是各国的通行做法 那么 这些参加阅兵的中外舰艇 都有哪些看点呢 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中国专家表示 这些舰艇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盾舰引起有看点 所谓盾舰 就是装备了多用途相控 震雷达的驱逐舰 护卫舰 通常称为神盾舰 因为美国的宙斯盾系统而得名 此次参加阅兵的舰艇中 中国海军的多款新型驱逐舰 都使用了大型有源相控震雷达和先进的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 性能先进 是典型的神盾舰代表 此外 俄罗斯22,350型护卫舰 戈尔什科夫海军援帅号 印度加尔各达号导弹驱逐舰 型号第63 日本的梁越号驱逐舰 也都使用了多功能相控震雷达 尽管他们使用的相控震雷达个头比较小 但这些雷达技术上都比较先进 而且无论从外形还是功能上看各有特色 可以说 代表当今海军使用相控震火控雷达的不同类型 其次 是新型舰艇比较多 除了中国海军全方位展示装备兼设成就以外 各国海军大多派出了本国舰领较新 比较先进的具有代表性的舰艇授月 俄罗斯的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 2018年服役 是该国海军最新型的舰艇 别看排水量只有4500吨 但是武备十分全面 还装备了口径巡航导弹 越南陈星道号护卫舰和丁先皇号护卫舰也是目前该国最先进的舰艇 这两艘舰是从俄罗斯进口的猎豹级轻型护卫舰 全舰排水量约为2000吨 可搭载一架卡 副28直升机 是越南海军的主力舰艇 韩国海军的京基号 是2014年10月服役的新舰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梁月号驱逐舰 是秋月级导弹驱逐舰三号舰 2012年10月17日下水 比日本金刚级宙斯盾舰舰临都心 第三是回娘家的舰艇不少 上述授阅的国外舰艇中 有多艘舰艇由中国建造 此次来中国授阅 算是回娘家 比如泰国海军的纳黎轩号护卫舰 弦号421 邦巴公号护卫舰弦弦号456 以及孟加拉国的决心号护卫舰 At Sevilla Dad Post 7,531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驻埃及特派记者黄培钊 为期三天的伊朗大规模军事演习 于25日落幕 这场军演的最大亮点 是伊朗潜艇 从水下成功试射一枚型航导弹 这一举动被媒体解读为 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 伊朗不甘示弱 大秀肌肉 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强硬立场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 从22日起 伊朗海军连续三天举行弹号为首位 -97的大型军演及海上阅兵 伊朗海军司令侯赛英和扎迪向媒体透露 演习的水域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 覆盖伊朗沿海海域 阿曼湾 印度洋部分海域 及霍尔木兹海峡等 世联不二 进入 感谢观看